我又跟著年燈Post來做一座錄料理 開始有三豆麵 這個麥瓜和這個芋蓉 這個最重要是賣山 然後他推薦了雞蛋四倍 文言士剩在一起剩下一半 不可惜 是好吃的 薯仔全部都有雞蛋 我現在不吃了雞蛋 但我喜歡吃薯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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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葉油魚 還有葉油魚 有些薯仔 還有葉油魚 最後要吃薯仔 1990YM 叫做地道特別的魚鍋 就是冬天才有的 不知道什麼魚 既然是冬天才有的 特別好吃 我們要試一口 這口的煎味味 冬面試味 它有沒有鮮味 這口的鮮味 是冬天才有牛肉 在鏡頭上放著鮮味 在鮮味 一道鮮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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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道鮮魚 一道鮮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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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肉很有肉的味道,很淡,像有味的石斑 本菜是辣麥菜,不准的食材 味道還可以 這麵桂限定是煉燈仔 證明我不是秋天味的煉燈仔 還有蛋黃,壽蒸麟燒 試試味道 這麵桂限定是煉燈仔 像魚蛋嗎? 這麵桂限定是煉燈仔 很脆 很想咬我看看 是這個樣子,看不到手腳 純粹是一個殼 很像平時的雞湯 沒有雞湯 最後送了雞湯 炸麵 有麵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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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麵桂